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对这个造林英雄跪地大哭 然后呢水没了 这个事啊 最近呢就动了很多人心 前面呢做了一期节目 讲这个是矿产啊 那个矿产的开发和生态灾难的问题 今天呢也讲讲各种声音 因为这个好多人觉得这个舆论反转了 因为公开来说的是什么 说这个造林英雄这个事呢 他完全就是商业开发嘛 他是有商业利益的 他是什么什么的等等 然后呢甚至说他开始的时候呢 还在有些地方还在养羊 所以这个事说了这事以后啊 就是说人家说你怎么样子去理解这事 首先这个里头有个很熟悉的味道是什么 就是你社会做贡献就不能赚钱 对吧 就像前面说的的话呢 我们说联想的时候 替尼光南说了说 人家的话有专家院士不就说了吗 尼光南那个要的是他要他个人的钱 怎么怎么怎么找 再画一句话说 那个人钱该不该要 人家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自己把国外的资料钱拿出来 自己做的发明对吧 最后都放到了这个公司 走的时候呢 什么都没有 那个五百万还是直接呢 给科学院的没给到他个人 对吧 你的个人想要点怎么了 连里头的分房都没分给他 说起来呢是这个分房啊 是什么什么按照福利分房 他原来已经有房子了等等等等 就这么讲一下这个事啊 首先就想商业赚钱不寒陈 对吧 第二呢 好多人对这个生态啊 对这个种就不太理解 人家好多说你看 你看他种的是什么树 他有些树呢 你看这些杨柳啊 很需要水 就他种的树是很需要水的树 然后呢 你说你看这个很需要水的树 你看真正你看沙漠 人家开始自杀的时候 都种什么那些什么 撑柳啊 缩缩草啊 什么的那些 特别耐旱的植物 然后你这种的树呢 全都是很需要水的树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这个啊 好多人对不同的草原生态 不同的沙漠状态是不理解的 在他的地方 第一呢是降水量不少 关键是蒸发量太大 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十倍以上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 他那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黄河流津干什么的 他的地表是有浅层地下水的 所以我看那报道 人家在那想种树的时候 先就用建筑的勾机去挖了一下沙子 挖个两三米深 下面就能建着水了 所以这你就知道 在很多地方种树啊 这说是草原种树干什么的 沙漠种树改造 其实改造的最好的 你其实可以去看看围场啊 机械林场啊 在那个北京北边的坝上那些地方 当时去种树的地方的时候 就是沙漠 现在呢 郁冲冲的都是树林了啊 都是草原了 一点沙子都看不见 是这么个情况 现在是北京人旅游的好地方了 以前呢 就是沙漠 现在地图上你去看还是沙漠呢 所以这个地方 他为什么要能种树 其实很多人要知道的话 种树的时候 那个树的根系是要扎到地下水的 就是你在沙漠里种不了草 但是呢 你有时候可以种树 如果它是自然长一棵树啊 这个概率非常难 自然长一棵树的时候呢 它先冒起一个小草芽 它前面那棵树 可能一直就是十厘米在地面上 然后它树根一直往下炸 炸往前能炸几米深 然后它树根一 一旦炸到水 你要知道 它这个树根往下扎的时候 它前面的地面没扎到地下水的时候 时不时还会被干死 它得变成什么呢 这个气候特别合适 突然间连续下一些雨 它呢 能往下扎 可能这种机会百年不遇啊 很多胡杨林的生成 自然的那个胡杨林的生成 都是这种百年不遇的机会 直接呢 一直扎扎扎扎扎扎 要扎到地下水 同时呢 前面长的那个小树苗还别被养狠了 别被动物吃了 然后它只要那个根扎到地下水那一天 那就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树啊 一年 一下子能窜起 三米以上 就等于一年长一层楼 呃 长得快着呢 就只要它加到了地下水 立刻就窜起来 它没长到地下水的时候 一直外头露着一个小小的树芽 一点点 甚至有时候呢 特别干旱的时候还会休眠 然后人种树是干嘛呢 就是干预这个过程 我在小树的时候 它没扎到地下水的时候 我给它浇一点水 让它可以活着 让它根再往下扎 然后直到它扎到地下水的时候 我可以不管了 它一下就能长得很大 呃 然后呢 这树长起来了以后 它一遮阴 它就蒸发量就下来了 树下的草就开始长 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就是怎么样的那个制杀呀 它确实呢 是有制杀效果 然后呢 这些树呢 到时候落的那些叶子啊 树枝啊什么的 也确实可以养羊 没有问题的 明白吧 所以你要说人家养羊 说人家什么 跟你的看的那个 没有地下水的 沙漠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看得很清楚 它它是很有眼光 到那一看 那有地下水 对吧 所以呢 它以养羊的名义 跟当地把租下来了 租下来以后 它种树种树 其实尤其这种苏生林啊 干什么 很赚钱啊 这苏生林要多少钱 你要如果知道 当时的话呢 有人干什么呢 你看 有什么万亩大造林 有什么义林 什么那个的 都是集资啊 他通过集资 承诺回报的形式来做的 是这么个状态 当然这个集资的 这个回报 那么高 后来是有问题的 而且他的这个集资呢 涉嫌非法集资 后来有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他来估计那些 造完林的价值 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好多人也不傻嘛 你们参加这集资 都去算了钱的 这事儿 老汉呢 我们这个老孙在这儿 投资在这儿 植树造林 找到了这块地儿 来赚这个钱 和那个义林 实际上是一样的 经济效益很好 咱们不要说 它是什么造林 不赚钱 造成经济效益很好 但是经济效益很好 不含着吗 不是问题啊 所以啊 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状态啊 这个老孙头呢 利润是很高的 这个利润呢 就跟那个 做那个大造林啊 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利润 知道吧 所以他的这个地儿 利润很高 很赚钱 然后地下水一煤 他的速度要死 你包括你浇水 其实都是很难弥补 所以这个钱该给多少 上海这个该给多少呢 前面有判了一次 给了七百多万 这七百多万呢 只说占了它 一千多亩 它这接近两万亩 光从这个算 一亿四 然后呢 这个七百多万 一千多亩 每亩的话 可能也就 算了几千块钱 几千块钱呢 你可以注意一下 和那个 当时搞万亩大造林 亿灵那些估算的 这些灵木的价值 那差得比较远啊 而且呢 你这边一旦 这个赔偿 它不是说 你就赔现有的 灵木的价值 你还有你那个 它以后发展的 可能的价值 还有等等等等 对吧 就像那个亿灵 它为什么算值钱 它就算了 我种上这棵树 这棵树的话呢 一直在长嘛 就是在增值嘛 增值完了以后 它变成这木材 这些木材呢 我可以造纸 现在都不用干别的 就造纸就行了 对吧 那些树林干什么的 做木材积蓄量 什么等等等等 那这个是可以算的 所以按照这个赔偿啊 那还不是一亿多的事 那那就奔十亿去了 这么个差别啊 你要这么多钱 你人家说了 你这么多钱 它是不是比较黑啊 但是你要换个角度说 你要算一算 它煤矿挣了多少钱 你把这要对起来算 你要把这个煤矿 是个什么状态呢 我们也查了一下 那旁边那个双马煤矿 人家呢 你说了是设计 那个整个的 规划的规模啊 年产800万吨 800万吨 然后呢 是中国啊 屈指可数的特大型煤矿 这样的800万吨 特大型煤矿 你就算一下吧 现在呢 煤价也挺贵的 你在那个河北那边 能卖那么一两千一吨呢 所以你这个数据 一算就知道什么 它年销售额 就是百亿量级的 知道吧 是一个年销售额 百亿量级 就算你少一点几十亿 量级的煤矿 它每年就是几十亿 你呢 这个给人造成的 这生态灾难 你其实赔几个亿不算多 对吧 咱们不说往高了赔 也不说低了 赔几个亿都不算多 所以这个孙呢 他这个做这个赵林 做这个投资 他在二十多年前 就有上千万 他是当时是个有钱人 他要如果合理的增值 合理的投资 现在可能也是 过亿很正常嘛 你就买的 那个贷款买 买上一些房子 现在也过亿了 是这么个结果 对吧 所以的话呢 给赔他多少钱 这现在是什么 你变成一个国企 就很难让他赔钱 你要那个矿 还是个国企 我违规先见了 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你那个让我赔钱 尤其赔这么多 根本不可能 你让他自己主动赔 哪个领导也担不了这责任 就算你法院判了 你当地小法院 能到我这执行吗 我不认 你也执行不了 现在为什么讲 我们保护民营企业家嘛 所以这个事实际上就是个保护民营企业家的事 人家民营企业家 想赚钱 投资赚钱 不寒碜 他的投资的这个什么呢 商业树林 商业制杀 商业能赚钱 能赚暴利 也不寒碜 对吧 他该赚他就赚嘛 你那个大家一起赚嘛 现在的话呢 大量的在那边的沙漠 搞植树造林的 都是他这样的 都是赚大钱的 你又包括你像柳传志什么的都过去了 那一堆人过去了 你那没有钱能行吗 对吧 那个钱呢 那个是很多的 那就是造林要赚钱啊 那个而且在东北西北的 搞那个设施化农业 不光造林 还做那个玻璃大棚 还用光伏吸水 还用什么的 他最主要的是什么 他能成功的 就是必须是有寒水层 浅层地下水 你一打了没 那个潜层地下水就没了 是这个关系 所以你到底赔他多少 赔他多少合适 对吧 你这个商业价值该怎么算 对对对吧 你那个 所以你那个植树造林嘛 造林 你就算你说商业做的话 我们现在讲发展经济 还有财富英雄呢 所以这植树造林 能成为英雄 在商言商也不寒碜 关键是你在商言商的时候呢 国企在这时候就霸道了点 咱们有些时候不是说 在什么时候的话呢 都是要讲什么那个极左 咱们也讲讲右的地方 对吧 这个国企的这种时候的话 是非常霸道的 我们看了一下呢 那国企还发了声明 说跟他谈了 说对方有什么要求 对方的要求主要的呢 就是说你以后你把这些工程给我呀 把那些什么的 其实这个老孙他还是挺懂的 他等于是他要到了他唯一能要的 因为他是做工程 你工程给我 我这个不说你直接赔了吧 我做工程把钱赚回来 对吧 但是对于国企来讲 他也不敢答应 那有些工程要招标的 对吧 那总比你说让你直接赔几个亿好多了 你要直接赔几个亿呢 老百姓又又觉得 你看跟我没关了 没有那个代入感 对吧 现在老百姓啊 看着那都有代入感 好像觉得 看着那个就是我自家的房子 被那个城管拆了的那种感觉 被村霸香嫌给欺负了的那种感觉 你要觉得呢 那个老孙能管人要几个亿的时候 没人就觉得 你这万恶的资本家 对吧 其实你要是说 二十几年前有千万财富的 他本身也就是很负责人嘛 然后人家投资又有眼光 所以他现在该有几个亿了 对吧 只是说现在我们说了 振兴民营经济 保护民营经济 怎么保护啊 怎么给呀 这就是关键嘛 就是这么保护这么给呀 对吧 把这些啊 方方面面的都看清楚 谢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这期话题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